漫画钩斑剧了解,当地民间半久吃到人穷,非但半久名目众多,还形成了李金潘比的恶性循环,让民众苦不堪言,所以才出手整治。 但是初衷从来都不是舆论评判政策的唯一尺度,以具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规性,才是绕不过的评判基点,复婚在关键办酒席,这听起来魔幻全是现实。 据媒体报道,近日,贵州天助线文明委,发布该现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的指导意见,意见明确,民间半久,除婚嫁酒,房市酒以外的酒席,视为违规酒席,还规定,复婚不准操办酒席,再婚除出婚一帮可操办酒席外。 另一方不得操办,禁止复婚再婚办酒席,并非当地的初创。 早在2016年1月,贵州凤冈县就曾发布关于操办酒席的管理办法施行,规定复婚和双方就没再婚不准办酒席,并承办事生活和居住在凤冈县的人都要遵守。 2017年1月,贵州凯里市也组织召开了全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工作大会,对凯里市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,实行进行全面传达。 各级各部门签计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工作责任输,办法中明确除结婚酒,丧葬有以外的其他一切酒席,一律是违为规酒席,抚婚不准操办酒席。 再婚除除婚放晚,另一方不得操办,这两个地方的规定出来后,都曾引发诟病,成了民众吐槽与专家指措的对象。 最终凤刚,在这份所谓婚放假取新规,在出台不到两个月后,就迅速夭折,凯里的责备证实只针对党员,公务人员,对民众只是倡导。 可两地遭遇的舆论覆辙,似乎丝毫没影响到同在一省的天住县,当地对酒席操办的规范情况,跟凯里般本如出一折,都对酒席操办主体,次数,标准,规模,地方的, 做了明细规定,如明确婚取酒只能本人或父母操办,年仅一世多人吧,一世多地吧,或化整为零,分散半酒,一地半酒等。 只不过,跟凯里不同,其一件针对的不是党员干部,而是居住在天住县范围内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村民还流动人口, 而其一句解释则跟凤刚的相似,都是说实地调研,根据群众反馈,来复婚杂花见半酒席的做法来说,此举的确是出于善意初衷。 据了解,当地民间半酒吃到人穷,非但半酒名目众多,还形成了与金盘底的恶性循环,让民众苦不堪言,所以才出手整治。 但是初衷从来都不是舆论评判政策的唯一尺度,以具的合理性与手段的合规性,才是绕不过的评判基点。 问题是,以红头文件指导的民意,禁止属于民众私欲范畴的复婚再婚恋请,既是对权力法无授权不可文,权力法无禁止及自由原则的违背,也容易引来提示复婚再婚之前, 通关这类禁止民众复婚再婚犯酒的文件,基本上都找不到过瘾的法,律依据,基层文明委发布的指导意见, 随为非强制性对规范性文件,等于有其效力,也应甚至又甚,在规范民众之前先规范自身行为,将其严格矿定在法治矿架内,就至九席乱象而言,引导民众顺着声明自治渠道, 你定存归民约,就必用红头文件一刀切的禁止要好,道理还是那些旧道理,要用法治词来合法治方式行政,而不能任由权力冲动愿为出拢, 可无论是前不久有地方规定,要采与过多以贩卖人口论处, 还是复婚在婚间半九席之类的奇葩规定与批难销,动辙见虚缓魂,都说明有些地方,部门仍为将法治意识进入行政运作中。 有些地方就能是有些地方福射的禁止要须欧极, 都说明有些地方,那些地方都到达尽了。 就说明有些地方,再从 therapists与别人说明有些地方, 在一起,从最后那样的地方是上列吹游到正午,